在场的各位贵宾大家好 首先想要感谢主办单位让我用这个方式和大家分享 由卫生福利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所策划的空转后送远距会诊平台启动计划 空转后送远距会诊平台是第一届总统杯黑客松获奖的卓越团队 当时卫福部以离岛不孤无限支援作为提案 在全国一百多支队伍当中脱颖而出 而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透过应用和国际接轨的资讯标准 把六项相关的法规整合松榜以及政府的资料开放 来建立空中转整送接审这三方同步的创新医疗分享决策模式 在获奖之后卫福部非常有效率 用一年的时间在全国就布建了105处服务提供的据点 范围已经远远超过原本提案的离岛地区 由空中转整审核中心 申请后送的医疗院所以及接收转整的医院 这三方所共同组成的空转后送远距会诊平台 不仅大幅提升了行政的效率 更突破了地形的限制 天后的限制 改变了我们就医的方式 建立高效能的医护决策模式 在我们远距诊查相关的办法定定之后 相同的概念也会用在更多的远距医疗 急症前期的AI预防照护等等的项目 非常的具有发展潜力 藉由这次的活动 卫福部持续分享 他们在获奖之后的实践过程 值得大家一起来了解 给予肯定 这也就是我们扣合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最基本的想法 Leave no one behind Taiwan can help 点准备